我們現在要教的東西是一個實驗 叫做滴定 滴定就是一滴一滴的去決定 就是我們用一個已知濃度的酸或是鹼 去測量去檢測一個未知濃度的鹼或酸 它的濃度有多少 因為做的時候是一滴一滴的滴下去 所以叫做滴定 待會我們就知道 裝置看一下 一滴管 一個很長很長的玻璃管 這個有人會問 我爸 要拿來 那個溫度計 要看到溫度上升還是下降 知道它放熱還是稀熱 真Money 有人放在J型瓶沒有差 就是一個容器 然後呢就取 一旦輕氧化那時 要放在J型瓶裡面 它會告訴你 剛剛講過一個已知一個未知 對不對 有習慣上放哪裡 那我們這邊都是已知 先不理它 然後呢 滴定管放鐵架上 這是有人考過的 因為滴定管很長 放在桌上你要架不好架 所以先放下來 在底下裝好再把它拿上去 拿上去 所以放地上裝起來 然後滴定管放進去 然後先把它露出一些 然後把那東西測量 滴定管的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它長管子露下來 所以它淋在上面 淋在上面 然後12、13、14、15 看你要多少 OK 好 然後呢滴下去 滴下去晃一晃 滴下去晃一晃 當然會再說一次 滴下去的時候顏色就會變化 晃一晃顏色就變化就消失了 滴到某一滴滴下去 顏色就不會再變回來了 就表示你做完了 達到所謂的滴定終點 來去看一看 量 你用了多少的鹽酸 然後呢 計算就是 乙脂濃度乘體積等於 未脂濃度乘體積 氫離子莫數等於氫氧跟離子莫數 然後你就知道 未脂濃度有多少 注意 這個名稱叫做滴定管 這玩意的叫做滴定管 然後這滴定管有兩種 一個叫酸式滴定管 一個叫減式滴定管 用的是要小心 不要弄錯 不要弄錯 我們學校過去 都是酸式滴定管 所以裡面只可以放酸 不可以放鹼 因為 酸式滴定管 全部都是玻璃做的 可是鹼會溶解玻璃 所以如果裡面放了鹼 你裡面沒有完全清乾淨 那個鹼就會把玻璃溶掉 最後兩個就麻在一塊 那就再也懸不開了 再也動不了 就壞掉 所以他只能夠 所以他不可以用 他變成一個 以前做成一個 像有個小鋼出身 要捏的 慢慢滴滴下來的 捏的 橡皮跟玻璃溶捏的 叫減式滴定管 我們學校以前都是酸式滴定管 所以裡面只能放誰 只能放酸 那麼現在呢 有一些改良啊 改良啊 就是怎麼撇不容做的 就酸也可以 減也可以 這是使用的方式 這個把它擺成直的 跟管子平均打開 打成橫的就是關上 這個通常都這樣 什麼瓦斯開關什麼都長這樣 然後有人在後面會撐一張黑色紙 是為了讓你便於觀察 我會看到它裡面的指標值多少 OK 一滴一滴的滴下去 因為啊 我們通常是把乙滋濃度的 放在低病管 胃滋濃度的放在下面的蒸發米 或者是追形 你要倒過來放 也不是不可以 不過我們的習慣上是這樣做 然後就看到乙滋濃度乘體積等於 胃滋濃度乘體積等於胃滋濃度乘體積 你就算出來胃滋濃度有多少 好剛剛講過了 那一滴滴下去 那一滴滴下去 滴下去那個瞬間那個地方會變色 比如說從無色變成紅色 或者是紅色變成無色 可是你晃一晃那個就消失掉 就變回原來的顏色 但是滴到某一滴滴下去 所以它會瞬間就變色 再晃也晃不回來了 就表示你做完了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一滴一滴的原因 因為要慢慢地動動動動動到某一滴OK 做完 要一滴的做 所以它是完全變色 它變成突然之間完全變色 完全變色 所以要注意指字機要放在下面 上面滴滴板滴下 直字機放在下面 然後 要一滴第二滴 滴到某一滴完全變色之後 表示你實驗已經做完 就可以 table org結束掉 如果需要計算就做計算 就是我們的地一定的實驗 OK嗎